对于正在挣扎之中的俄罗斯经济 普京让大家安心 说他相信经济会恢复 而且贬值的卢布会升值 他说俄罗斯拥有足够多的货币储备来稳定经济 首先全球经济将会继续增长 步伐会放慢 但是它无疑会继续增长 而我们的经济将会走出目前的状况 这会花多长的时间呢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这要大于两年的时间 不过我重复 在这之后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这也是因为外部经济因素将会发生变化 国际经济的增长将需要更多的能源 普京所说的外部经济因素 指的是西方国家在俄罗斯今年3月 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 对它采取的制裁 在乌克兰问题上 这位俄罗斯总统说 他希望乌克兰继续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下去 并希望这场危机能够得到和平解决 这场危机应该在一定的时候得到解决 越快越好 其次它应该通过政治途径而不是压力 不管是经济封锁还是使用武力来得到解决 乌克兰危机使得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恢复到冷战时期的水平 普京总统用了一个比方来解释他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看法 他把俄罗斯比作为森林中的一头熊 有时候我想也许我们的熊只要静静地坐着 不要在林子里追赶小猪仔和大猪 而是吃各种的梅 蜂蜜 也许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去惹它了 不 不会的 因为它们总是要试图给它戴上锁链 而且一旦它们成功的话 它们将会拔掉它的牙齿和指甲 用今天的话说 这意味着核威慑力量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 它们将不再需要这只熊 它们将接管整个森林 尽管与西方关系紧张 而且经济摇摇欲坠 美联社公共事务研究中心 星期四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大约80%的俄罗斯人仍然支持普京总统 不过这项民调也发现 民众对俄罗斯经济的信心正在下滑 陈财 包括 明天 追须 当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